你好我是黄文青 欢迎去续续续上午9点中天新闻 一开始带你来关心今天上午的最新消息 台北县一名赖姓男子在深夜的时候他偷走一辆机车 在这女友在二重书红道附近持着棍棒连续砸了十多辆轿车 民众发现之后报警处理 男子砸完车回家 疑似父亲吹他头按 两个人发生口角 男子他竟然就拿着水果刀砍伤父亲的左脸颊 而警方最后是寻现将大逮捕 用手遮脸低头不发抑郁 男子持水果刀把父亲砍伤被警方带回征讯 男子父亲左脸包着纱布 坐在救护车上一点不耐 停放在路边十几辆轿车 玻璃通通被砸烂 这也都是男子的杰作 他骑着后来的机车载着女友四处晃 看到车辆就砸非常嚣张 要回家 然后要来取车的时候 就看到车被砸了 就已经被砸完了 那你家里有没有觉得很倒霉 很倒霉 那会不会隔山啊 还好 打开车门椅子上地上都是碎玻璃 怎么亲也亲不完 车主直呼实在太倒霉 男子不但四处砸车回家和父亲疑似劝他投案 竟然又砍伤父亲 脱续行径让园警也只摇头 这里好宇翔台北请不回答 好 好 好